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两年前做过一期手机改造视频 就是这台PlayStation Phone 这是一台基于乐视Pro3改造的超强廉价掌机 搭配了PS4手柄 还使用了外置供电的半导体散热 更重要的是各种软件上的折腾 一切都为游戏而生 不过两年后我回过头去看 我发现很多的手机厂商都在向我们学习 你想想看 就在我们那期视频出来后不久 黑鲨就出了第一代冰封散热背夹 然后各种手机厂商都开始做冰封散热背夹了 合着我们当年用半导体散热是引领了10代潮流 更不要说这两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各种游戏手机 这个概念也算是得到大家认可了 然而大家也都知道 高通在这两年里就不知道在干嘛了 手机性能提升极为有限 888和8件1都拉了 这就激起了我的创作欲望 咱们要是用两三年前的手机爆改一番 再次DIY一台游戏机出来 能不能干翻今天的八经一旗舰手机呢 你还别说真的可以做到 来 隆重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节 小米90 Pro 代号 过天时 怎么样 这小米90 Pro 相当骚吧 那我们到底是如何把它打造出来的呢 那今天就让你来好好见识一下吧 改造手机的第一步自然是选一台手机了 那要想在游戏性能上打败8件1 咱们的CPU性能就必须足够的好 得有多好呢 有些观众可能会建议啊 要不咱们用个865吧 我告诉你 用不着 干8件1 855就够了 855使用的A76架构 和今天的处理器其实差距并不大 像我们今天的A78 A720这些新架构 其实全都是从A76迭代过来的 所以我跟你说 咱们这个855 只要调度足够激进 游戏里干翻8件1 完全是有可能的 而且855的GPU部分也很强 咱们抄一抄频 潜力也不小 虽然肯定超不到8件1的性能 但是对于很多游戏来说 这个GPU只要不拖后腿就行了 那么问题来了 到底选哪台855的机器来改造呢? 其实我们很顺理成章的 就选了小米9 首先最关键的一点 它是比较便宜的855手机之一 因为小米9当时的配置非常尴尬 这个机器唯一的卖点就是这颗855 其他配置要啥没啥 太没竞争力了 当时发布没几个月就被1加7 Pro 甚至自家的红米K20 Pro 给KO了 自然现在的价格也要比其他855机型便宜得多 然而 小米9的很多缺点 我们都可以通过改造来解决 比如说小米9的电池容量只有3300mAh 这个原装电池就是个致命短板了 实在是太小了 但是我们改造就可以把电池容量改大一点了 再比如说这手机虽然没有高刷屏 但是它的屏幕是可以超频的 所以我们也能变相地用上高刷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小米9的主板位置非常薄 它和K20 Pro、1加7 Pro这些摄像头居中的机器不一样 小米9的摄像头是在角落里的 旁边这么大一块都是主板的位置 这意味着我们改造散热会容易很多 小米9现在的二手价格大概在700-900左右吧 经过精挑细选之后 我们是特意买了一台后盖碎了的小米9 花费了700块钱 毕竟我们这次改装嘛 又要改电池又要改散热 那必然是要自己再造一个后盖了 买一台碎的还能省点钱呢? 那么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咱们赶紧开稿吧 玩机的第一步 自然是解锁bootloader了 我们绑定账号 用PC解锁 然后刷上TWRP 稿机的基础就打好了 这次我们并不打算换其他ROOM 因为小米9的很多软件改造 都要依赖MIUI 所以咱们就继续用MIUI吧 Thank you very much 不管怎么说 咱们先刷上面具 把机器给root 待会也可以用面具装上各种模块 接下来这一步就比较重要了 我们要刷内核 这里我用的是摩理沙内核 为什么要刷内核呢? 主要就是为了解锁更大的电池容量 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 小米9最大的槽点就是3300mAh的电池 太小了 根本不够用 所以这就轮到我们改装的第一步了 给电池扩容 我们给这部小米9又增加了两块电池 其中一块还是扩容版的4200mAh电池 这样一来 整整三块电池并联 这部小米9的电池总容量就达到了惊人的10800mAh 甚至比现在的小米平板5还要大 我给你看看这个结构 简单来说 最后就是咱们每台机器的电池部分 都由电池本体和保护板组成 我们将附加的两块电池的保护板取下来 然后把这两块电池的正负极分别焊到一起 这就可以并联起来了 最后再把它们和自带的电池相连 让这三块电池共用一个保护板 这就完成了扩容改装了 由于小米出厂的时候会对电池容量做出限制 因此我们在刷上内核之后 还要刷上一个解锁模块 模块中的这段数字 就代表了最大的电池容量 把它改成咱们的电池容量就可以了 重启手机之后 我们可以用这个命令验证一下 你看它返回了我们之前设定的电池数值了 这就说明解锁完成了 咱们也可以下载一个叫做电箱的软件 这里左边显示的数值就是设计容量 而右侧显示的就是实际容量了 刷内核除了解锁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目的 就是给屏幕超频了 是的 你没有听错 还有手机的屏幕也是可以超频的 通过超频 60Hz的屏幕也可以实现高刷 我们手里的这台小米9 实测可以超到81Hz 但是超得太高之后 显示的颜色就比较差了 测试了一圈下来 我们最后选择了75Hz 这个刷新率是正正好好的 然后咱们再把屏幕模式选成鲜艳 这样虽然还是会牺牲一些显示质量 但是从60帧到75帧的流畅度的感知 还是很明显的 想想三年前带高刷的手机价格都不便宜 所以咱们能将这台米9的屏幕抄上去 折腾出一个准高刷也是相当划算了 不过屏幕什么的呢 都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既然对标了游戏手机 那最重要的自然是好好压榨一下这颗CPU和GPU了 对吧 通常手机的CPU 出厂都定着比较保守的频率策略 就算标定2.8G 10G打游戏的时候 可能也只会跑到1.4G 或者1.7G 这种比较低的频率上 自然而然它的游戏性能就会差很多了 所以第一件事 我们装上SIM这个软件 在之前一期手机的改造里 我们也介绍过 SIM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性能调度调控软件 可以根据你的场景来设置性能 而且SIM像855这种长期的处理器 都是有调度可以直接切的 用不着刷什么额外的模块 考虑到我们改造了散热和电池 那么怎么刚怎么来就完事了 对吧 也没必要考虑节能之类的了 我们就用SIM自带的性能模式 就已经完全足够了 然后我们可以进到CPU这个里面 把这些调度模式改到Performance 这样一来我们的CPU就可以在游戏里跑满了 最后我们还把小米的温控文件给杀了 完全让这颗CPU放开了跑 可以说是非常的丧心病狂了 如果说我们CPU是调校成满血 那么GPU就是真正的超频了 855的这颗GPU是Adreno 640 默认频率就有585Mbps 然而我们可以用超频工具 Conaverse对这颗GPU大幅超频 我们把电压拉到最高 频率进过我们测试 最终甚至可以超到840Mbps 从585Mbps超到整整840Mbps 频率拉高了将近40% 超频40% 相当于把一张3070显卡硬性超成3090 这855的GPU真的是超频潜力无限 然而超到这么高的频率之后 原本的机身散热很显然就完全撑不住了 我们差不多也该祭出大杀气了 游戏手机什么最重要呢? 当然是散热最重要了 我们这次改装最重磅的目标 就是设计一套高效的散热方案 为此我们先来看看小米9的主板结构 小米9的SoC位于主板的背面 也就是夹在主板和屏幕中间 打开后盖之后 我们必须掀开主板才能找到底下的SoC 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这意味着我们装散热器 其实也只能给SoC的屁股散热 不过底下的中框部分也是用来散热的 正好拆机的时候我们发现硅脂已经干了 就顺手先重新涂了一下硅脂吧 改善一下中框的导热 到头来我们改装散热器 最理想的位置应该还是主板屏蔽罩这一块了 表面非常平整 空间也比较充裕 除了这旁边有一个摄像头 确实摄像头是一个比较大的障碍 要是能拆掉就好了 嘿嘿你还别说 这个后置摄像头真的可以轻易拆卸掉 而且不影响系统使用 你只要别调用摄像机就行了 我仔细一下 我臭打游戏的 要什么摄像头呢 对吧 真要扫码的话 用这个前置不就行了吗 去掉摄像头还能减轻一些重量 真是一举多得啊 行了 咱们这个准备工作算是做完了 是时候折腾一下风扇了 稍微量了一下宽度和高度之后 我们决定选用一款高1厘米长宽各为4厘米的散热器 4厘米的风扇底下装着超大的散热片 散热片的材质我们选用了铝制的 虽然说没有铜制的效果好 但是铝制重量比较轻 适合改在手机上 为了保持这款游戏手机的美观和便携 我们打算直接把风扇接在内置电池上工作 就不要外置什么电源了 一般手机锂电池的标准电压是3.7V 充满电池后可以达到4.2V 而风扇的额定电压是5V 我们试了一下 接在内置的锂电池上也勉勉强强能转得起来吧 这颗4厘米的风扇毕竟也不小 风量也还算足够 感觉虽然没跑满 但是压制这颗855应该问题也不大 但既然要做到最极致的游戏手机呢 我觉得我们还能再做得过分一点 这次我们决定再接一块深压板 相当于间接地给电池超了个屏 让风扇能够工作在5V的额定电压下得到更高的转速 从而增强它的散热效果 我们决定设计一个电路 电路中有两个开关 第一个开关是接到电池的负极上 这个是总开关 可以用来开关咱们的风扇 第二个开关就是深压开关了 可以将电池的输出功率提升至5V 我们稍微画了一个电路图 这个是不深压的电路 然后这个是深压后的电路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就可以实现不同风扇档位的切换了 然后我们用面包板作为电路载体 方便连接和固定电路 正好三块电池并连导致机身会凸出来一件 中间空出来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放面包板了 我们把两个开关和面包板都用胶水固定好 行了 我们这个深压双控散热模块 至此就算是完工了 简单来测试一下吧 嗯 好的 我们把这个风扇打开 正常的工作 风扇在正常的转 然后我们把这个深压电路打开 哎 好 一切正常 怎么样 这个内置超大风扇还挺骚的吧 其实论效果的话 像半导体冰风散热器 还是要比这种散热片来得更强一些的 但是冰风散热器一方面功耗比较高 没办法直接用咱们内置的电池来供电 另一方面我也怕温度太低 会导致节路造成了主板的进水 所以这次我们都改到主板上了 就直接风扇散热吧 如果你不想改得这么彻底 那建议你还是用冰风散热背夹会比较好一点 那么我们这个机器内部的硬件稿造基本完成了 那么在改装它的外壳之前 咱们先来改一点别的软件上的东西吧 比如说小米9的机身左侧有一颗AI按键 可以调出这个小爱同学 其实这颗按键也是可以实现其他功能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它来启动一些软件 所以我们就写了一个小工具 点击这个AI按键 可以把新硬的悬浮窗掉出来 快捷切换性能模式和节能模式 这样打游戏的时候就不用再切出去改调度了 可以随时调节性能 另外这一枚AI按键也支持双击操作 所以我们又写了一个一键切换分辨率的小工具 来模拟待遇屏的显示效果 这样一来就可以在游戏中实时拓展两侧视野了 毕竟作为一款游戏手机 搞点这种骚操作也没毛病嘛 比如你玩像王者这种MOBA游戏 某个时候你可能需要有视野上的扩大 视野扩大之后 你兑现的时候就能获得更多的优势了嘛 接着我们本来还想改装一下它的扬声器 因为小米9是一台单扬声器的手机 这个外放效果自然就比不上立体声了 硬件不够我们可以用软件来凑嘛 我们是发现可以通过刷模块的方式 把这个听筒变成第二个扬声器实现立体声 听起来挺美好的 也确实有这种模块可以改出立体声 但是我们经过了一次次的尝试之后 发现要不就是刷上没效果 要不就是把底部的扬声器也给搞没了 看了一下应该是和我们的安卓版本 甚至和我们用的内核都有关系 所以最后没办法 至少在这个方案上我们还是只能暂时放弃了 这样一来 我们是不是已经全部改装完了呢? 诶 不对 是不是还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呢? 细心的观众可能已经发现了 我们这台游戏手机 它没外壳呀 你总不能裸着这样拿吧? 你别担心 其实我们早有办法了 就是通过3D打印技术给这台魔改的小米90Pro打造一个专属外壳 这个外壳分成上下两部分通过中间的螺丝固定起来 由于之前在裸机测试的时候风扇经常打到手 所以说外壳的设计重中之重就是在确保不影响散热的情况下防止手指直接接触风扇 这里我们是全部挡住了风扇的转轴部分 给扇叶部分开了4个孔 这样一来手指就很难碰到了 风道是直吹 然后两侧出风的设计 冷空气从中间进入 经过整块主板从手机的左右两边排出 较长的风道还防止了废气被重新吸入 还是挺合理的 另外这个外壳的手感也很重要 毕竟这个手机加上电池和风扇之后 已经重达将近270克了 我得保证长期握持不会觉得累 所以在这个四周都做了很大弧度的过渡 保证手感 虽然看着有点厚 但是我觉得捏着这个确实 手感要比薄薄一台手机要来得更好一点 当然了作为一台游戏设备 肯定还是要接个手柄最好 所以在这个外壳上 我们也设计了承载连接手柄的功能 这里我们做的是一个模块化的设计 在上下两半壳子这里有一个通用的配件安装槽 然后我们也设计了一个连接手柄的配件 它可以拧在手柄的支架上 实现挂载手柄的功能 由于是模块化设计 所以这个安装槽还可以迭代出更多不同的配件 比如说你可以外挂一个充电宝 或者外挂一个支架 甚至外挂一个音箱 哎呀一切皆有可能嘛 万事俱备就该打印出来了 这个就有点一言难尽了 由于我们使用的是FDM的3D打印机 它的精度并不是很高 还容易受到各种外界影响 我们打的前几次 甚至由于昼夜温差过大 受到温度的影响 导致打印出了这种残次品 对吧 好不容易打印成功了一次 你看这个做工也是相当的粗糙 FDM打出来就会有这种纹路 实在是不太上档次 所以最后我们还是决定 直接买网上现成的3D打印服务 让供应商用上百万的打印机 给我们打一个寄过来 那不是更好吗 我们最后买的是树脂材料的光固化打印 花了60块钱 要我说这个钱花了可太值了 你看看这个打印质量 如此的精细 如此的顺滑 没有任何的毛刺和纹路 和我们自己打出来的那真是天壤之别啊 带上这个外壳 哎呀 是不是有点游戏手机那个感觉呢 嘿嘿 相当的酷炫吧 再给它贴上几张自欺欺人贴 超频1GHz 性能增强30% 温度降低10度 哎呦 这贴纸一贴啊 咱们别管物理性能怎么样 反正在心理性能上 它已经干翻A15直BME了 什么 你说这贴纸哪里有卖 这几个万病啊 至此这台小米90Pro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的骚呢 不过是骡子是马 还是得拉出来溜溜才知道 这么多的改装 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咱们还是得好好测试一下吧 先来试试GPU吧 跑个3DMark看看 这个是小米9默认的Wildlife Extreme得分 856分 就是一颗普普通通855分数 而在超频到了840M之后 这台小米90Pro跑出了1200分的成绩 我去啊 整整拉高了40%的GPU性能啊 现在这颗855的GPU分数 已经超过了865 达到接近870的水平了 更牛逼的是它的持久力 在风扇的加持下 我们这小米90Pro可以做到超频后 GPU完全不降频 3DMark压力测试跑出了离谱的98%稳定度 这个风冷散热真是帮了大忙了 来 再跑一下光明山脉看看 诶 可以啊 同样是30分钟 完全不降频 这台小米90Pro的光明山脉稳稳一根线29帧 这个表现也已经胜过865 接近870了 最重要的是它稳呀 这不比什么小米12Pro降完频的帧数来得强 诶 用这样的手机玩游戏 那才叫爽啊 那么接下来就要面临大考验了 这台小米90Pro能不能唱完原神呢? 在测它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普通的小米9是什么性能吧? 855不超频 不改散热 30分钟的原神高画质离岳港跑图 平均只有39帧 这个好像玩起来不是特别流畅嘛 不过也是意料之中了 毕竟是将近三年前的老机器了 并且散热表现也不是特别好 查看CPU调度你会发现 这个默认调度真的是够怂的 超大核只有1.7G 中核只有1.6G 小核则是在1.0-1.4时间波动 这个出厂调度要是能流畅完原神就有鬼了 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小米90Pro登场 哇擦 经过一番改造加超频 这颗855完原神居然跑到了平均50帧以上 50多帧流畅运行 比起默认的39帧强了一大截 现在这个游戏跑起来 体验上已经是今年旗舰级的感觉了 完全没有卡顿感 甚至于咱们这台小米90Pro表现已经干翻了小米12Pro的性能模式了 甚至和12Pro的极致模式 帧数都已经很接近了 怎么说这一波干翻霸进一干得漂亮吧 我再告诉你一个有意思的 咱们这台小米90Pro跑50帧时的整机功耗 不带风扇的情况下是6.5W 而小米12Pro的极致模式在游戏更新支持720P之后 功耗已经来到了6.8W了 也就是说这颗855的能耗比甚至都不比8.1来的差 这太离谱了 更搜的还在后面 虽然已经改造成这副德性了 但咱们这台小米90Pro依然可以插SIM卡 出门在外一样能玩 只是没有5G罢了 所以我就特别好奇 用我们30度室温加开启流量的魔鬼测试 它能跑到什么程度呢? 嘿嘿 没想到吧 咱们这台小米90Pro居然霸榜了30度测试 平均50帧相比25度WiFi的测试 并没有显著的性能下降 这个表现远远强过了各种市售的旗舰手机 之所以流量测试表现这么好 除了小米90Pro不支持5G之外 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有持续的风带走热量 像iPhone也好 小米12Pro也好 这些手机之所以撑不过流量测试 就是因为热量持续堆积 堆积的堆积总会堆到一个临界点 然后机身实在支撑不住了 就只能降频了 而我们的小米90Pro就因为有风扇 持续的吹着机身 所以中框主板一直可以保持在一个可控的 留有散热余量的温度上 我们看CPU温度基本涨到后面就停住了 不会再涨了 维持在平均66度的样子 那这个主动散热风扇可以说是帮了大忙了 咱们这台小米90Pro的表现还是挺让各位惊喜的吧 不过既然都标榜游戏手机了 那我觉得我们光是搓玻璃那就没意思了 要不我们现在就接上手柄来玩吧 装上刚打印出来的转接架 咱们的小米90Pro就顺利接上手柄了 嗯 感觉这样才有点掌机的味道 不过原神的安卓版本目前还没有支持手柄 只有iOS版才官方提供了手柄支持 所以要想在安卓上用手柄操作呢 我们就要搞定键位映射了 好在有一个非常好用的手柄映射软件可以推荐 而且是免费的 就是这个Mantis GamePad Pro 这个软件只要稍微设置一下 连上手柄就可以非常轻松的映射键位了 我这里先按照我的习惯来安排一下键位 包括你也可以使用组合键 或者是游戏里的一些特殊按键之类的 设置起来也是非常方便 你看 我们现在用手柄玩起来还挺顺手的 好像不比官方的手柄支持来的差 甚至用映射玩还更方便 因为可以随便改建 有了手柄的支持之后 我们总算可以在安卓上享受掌机的乐趣了 不过这光是拿来玩原神感觉有点不够味 都整出这么发烧级的设备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玩点更大型的游戏呢? 来隆重介绍一下安卓端目前最发烧的游戏 异形隔离 诶 有些玩家听到这个名字是不是有点熟悉呢? 没错 这个就是原汁原味 从PC上完整移植过来的3A大作 异形隔离 负责移植它的厂商是Faring Interactive 这是一家专门做3A移植的发行商 他们之前还移植过全面战争罗马 还有超级防制赛 还有英雄联 以及XCOM 2 都是把PC上的大作搬上了手机了 这次移植的异形隔离之所以入了我的发言 一方面是因为它的画质非常不错 另一方面是可以在不Root的情况下也能修改画质 甚至你可以打开封印起来的PC级特效 榨干手机的每一滴性能 这就让我非常好奇 咱们这台小米90 Pro到底能跑出什么样的性能呢? 来 我们上来就直接用MT管理器修改配置文件 一开始咱们先来跑点轻松的 这个画质就先不动了 我们只把帧数解锁开 这个游戏默认只开放了30帧 我们把它解锁到最高75帧运行吧 因为我们的屏幕是75赫兹嘛 已经超过屏了 要真能跑到那么高的话 也算是利用上高刷了 来 我们试试看 这个游戏开场好像有戏啊 咱们这个帧数确实能够突破60帧 最高可以接近70帧了 这感觉确实还挺流畅的 然而 这个只是我低估了异形格力的威力了 稍微往后玩一点 在这种真正复杂的场景里面 咱们就只剩下50帧不到了 这么强的GPU也只能跑到50帧不到 看得出这个PC级的游戏还是压力非常大的 但与此同时 你看这个画质也确实是PC级的 咱们这个默认画质只开了720p低特效呢 就已经非常震撼了 然而 这里可是极客弯啊 不好好折磨一下这台手机 哪能说得过去呢 来 我们干点狠呢 打开这个配置文件 我们把分辨率强行开到点对点1080p 满分辨率运行 并且强行开启多个PC级特效 像什么环境光遮蔽啊 还有这个体积光啊 粒子特效啊 咱们把这个画质能拉满的全拉满 看看这颗855能不能撑得住啊 哎呀 在这样的重压之下 打怕是我们超过频的855 也只能非常勉强的运行了 平均只有15帧 真的是把这个手机压榨的一干二净了 然而 你看看这个时候的画质 哎 你看看这阴影 这氛围感 再看看这边的光效 还有这个清晰度 这贴图 哇 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手机上运行的 哎呀 这才是真正的桌面级画质 太漂亮了 果然 PC一致的游戏 才能真正挖掘出手机的潜力啊 要不是有异形格力这样的作品 我真的会怀疑啊 现在的手机 号称媲美PS4级别的GPU 到底都跑哪儿去了呢 哎 总算有一个游戏 我们这颗855能被完全炸干了 哎呀 我觉得看着这个画质 它也是死而无憾了 最后 我们还有一个挑战要试试看 那就是PS2模拟器 在之前的节目里 我们已经给大家尝试过了 刚推出的PS2模拟器 Acer SX2了 不得不说 这个模拟器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即便用最新的骁龙霸镜1 也只能勉勉强强流畅的玩动 那我们这台小米90 Pro 能不能玩得了PS2游戏呢 当然是肯定的 在GT4当中 我们甚至可以跑出 和8G1级型差不多的性能 哪怕开1080P的分辨率 一样可以稳定60帧 流畅运行 享受这个美妙绝能的画面 我觉得这个主要原因还是在于 PS2模拟器对于CPU的要求是高于GPU的 哪怕用新的CPU 如果降频跑 那么表现其实并不见的 比这台跑满的8G5来得更好 那除了GT4之外 咱们还试了一部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作品 《杀手4》《血钱》 当年这是《血钱》这一作 让光头47系列的自由度可玩性 闻名于世 当年你就已经可以用各种神奇的方法干掉敌人 然后把人藏进冰柜里了 非常好玩 非常经典 不过《杀手4》在PS2模拟器上会默认有一些图形bug 预烘焙的阴影会发出奇怪的颜色 那我们必须要输一个金手指才能修复这个问题 并且这个游戏的运行压力明显高于GT4 我们只能开两倍分辨率也就是900P左右 才能勉强跑30阵运行 玩还是挺流畅可以玩的 就是享受不到超高清无狗牙的画面了 但是要说PS2上最硬件杀手级的游戏 那有一部作品当然不让 那就是《战神2》 《战神2》推出的时候是2007年 那会儿PS3都已经发布一年了 结果这部PS2独占的作品依然表现不俗 在画面水准上更是将PS2的每一次性能压榨得一干二净 让人难以想象这是用2000年的硬件渲染出来的画面 这种压轴大作自然性能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我们在这颗855上只能开原生分辨率也就是480P勉强运行 再高一点就跑不满60帧了 可以说《战神2》是真正的硬件杀手了 有生之年能在手机上玩到这样经典的作品还真是让人兴奋呢 不错不错 咱们今天算是完成目标了 成功打造出了一台性能不逊于8000一旗舰级的游戏手机 而且总共的开销只有900人不到 相当于四分之一的价格 整个折腾的过程也是乐趣十足 不知道各位看官看的开不开心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给力有意思的话 千万不要吝啬你的点赞长按一键三连哦 如果点赞够优 大家够喜欢的话 我们就多做点这种有趣的节目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在我们玩的一段游戏时间后 它居然出现了这样的提示 说明我们的散热做的太给力了 欢迎召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